自由潜水运动越来越流行 难度是需要一口气游到尽可能的海底深度 不过在小琉球所举办的国内最大型的深度比赛 今天却传出了一起意外 一名耐性选手在下潜50米深的时候 传出了肺部遭到气压伤 水压的变化 水压的变化就会导致身体容易受伤 其中一种伤害是被受到水压的挤压的关系 导致气压伤 我们知道肺部气压伤 我们其实一路会有安全接触会观察它的反应 确实据我们现场人员的回报 它还在水下的时候就已经有观察到 它可能有这个不适的状况 所以在它出水那一刻开始 自由潜水发展协会强调 就跟所有的运动一样 选手不论是技术上 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的问题 都有可能稍微不慎 就会发生伤害 不过耐性选手在受伤的第一时间 就由专业的赛事医疗组员进行处置 并且透过一一九后送 目前人士在安泰医院的经过检查之后 并无大碍